早餐没有录 太一片狼藉了 让我看看午餐吃什么 又一个香蕉 早上吃过香蕉的 是饭饭 这个是有豆角 有胡萝卜 还有西红柿鸡蛋吗 居然 南瓜汤 很好很好 然后早上也是有吃面包 然后这是jelly 这也是jelly吧 水果 苹果汁 不是西红柿鸡蛋 我还以为是西红柿鸡蛋 是一种 比较东南亚的那种鸡肉的味道 还挺好吃的 可能是因为我也饿了吧 我这次生事还是太快了 连妆都没化 什么也没来得及路 这什么东西 南瓜汤 就是南瓜汤 有点点咸的那种 晚餐 有土豆 鸡肉 整个一大块 西红柿 西红柿这种 三明治 一个Custard 这一大块鸡排 我们现在已经搬到五楼的 病房了 从产房出来了 鸡肉好好吃 好嫩 补充蛋白质 这是红薯吗 吃不出来 我要吃早餐了 我吃一个果酱 抹它果汁 我爱的味道 优格 然后一会我要宣一下我今天的午餐和晚餐 还有羊肉 那不吃一个海鲜吧 吃一个鱼 猪肉我不想吃 反正我要点早糕 幸福的纠结中 就是中午吃什么 今天很认真地研习菜单 因为我很爱吃 我常常看底字可以点两个 所以我要写两个早糕 哈哈 那小千笔有一种 上学时候写作业什么的那种感觉 你要打喷嚏的宝宝 这是昨天中午吃的 这是昨天晚上吃的 这个就是我喜欢吃的那个 Steady Day Pudding 我就等着这个呢 我要吃这个 这真的超好吃 这个糟糕 这个就一般 这个真的超好吃 选好了我要吃什么了 刚刚在写作业一样 首先我今天中午要吃的是 鸡肉玉米的浓汤 Chicken and sweet corn 正餐是一条蒸的hake鱼 steamedhake 它里面会有mashed potato vegetables 还有一些white sauce 白酱 白酱 然后要了一个面包卷 这是我昨天昨天晚上剩的 我点两个那种年年的糟糕 可好吃了 然后我选的饮品是soy milk 今天晚上我点的creamy cauliflower soup 奶油西兰花浓汤 然后我点的main hot hung omelet omelet蛋 它里面还会有土豆泥 还有一些配菜沙拉 然后晚上dessert 不好意思 还是sticky day pudding 但是我晚上只点一个它 然后我还会再要一个greek fruit yoga 我还再要了whole meal的一个肉 然后果酱啊什么的 明天早上的早餐呢 我会要一个fresh fruit 它这边一般的fresh fruit 都是一个什么香蕉之类的 但是前两天我妈已经拿了一兜子 各种水果过来了 就跟坐火车的时候出门 家长要给带的那种东西一样 今天我吃wee bigs嘛 所以明天我会吃special cake 大的那种卖片片的也很好吃 水果口味的yogurt 全卖的那个肉 就是刚刚那个面包卷 果酱啊 还有pina butter 果汁和一个豆浆 明天中午creamy lentil soup 也是一个奶油的那种浓汤 然后我的main hot 是一个炖牛肉 beef casserole 土豆泥还有南瓜 还有西兰花 我记得之前吃他们家那个炖牛肉很好吃来着 全卖的面包卷 jam butter 然后我又点了两个sticky的rice pudding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甜点可选啊 有hot还有cold 你们可以看到hot只有四个选择 cold有一列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们看我这个直播呢 不好意思你们只会看到我吃糟糕了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它的hot还有一个苹果梅子派 bread and butter pudding bread and butter pudding 就是那种布丁 还有一个apricot的杏子的那种派 但我对这些派和布丁都一般 等等我的午餐来咯 我的蒸三文鱼 然后这个是我的鸡肉玉米的浓汤 丹丹 这是我最爱的那个枣糕 这枣糕超好吃的 我要两个 然后豆浆 干了这杯豆浆 我正午餐吃完了 我正午餐吃完了 我现在要吃我的 叮叮叮叮叮 我的宝贝我留到最后了 我就闻它就觉得特幸福 我今天晚上还点了一个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太好吃太好吃太好吃了 我就想到晚上还有一个我就感觉好幸福 满满一大碗 人间美味 真的比一般的枣糕要好吃 就很湿润 然后又非常的糯 很扎实 光光了 这个鸡蛋咸咸的 欧姆蛋 鸡蛋好好吃哦 这个奶油浓汤好好喝 这两天都觉得随时随地都觉得好渴好渴 因为母乳嘛 所以就很渴 一直需要喝水 我不停的喝水 还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喝水的那种感觉 今天晚上的这一份 开心 我这次二胎酸生得很疼 因为我那个 epidura 还没有生效 就是无痛还没生效的时候 我都已经开六七指了 然后我血管又特别细嘛 扎了得有七八次 换了五个护士 两个医生 最后还是麻醉石给我扎开的 身上一堆乱七八道浴青 终于上了epidura的时候 我都已经七八指的那种了 就已经很疼了 然后我生产的时候 五痛也没有完全的生效 还有一半的位置都能感觉到疼 所以这次生产的过程挺疼的 挺痛苦的 但是呢 恢复的不错 就是出血量也没有一胎多 嗯 也没有晕倒 因为我一胎的时候不是晕倒了吗 弄得整个医院都非常的紧张 来了十几个医生啊护士什么的 有点尴尬 这次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我遵我OB的医术 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我从楼下的产房到楼上的病房 都是直接用床平移过来的 所以我就没有下床 嗯 躺了24小时之后 今天下地就一点都不晕了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 其实产后是比一胎要好的 我明天就要出院了 就这一次一共就住了才周五 今天周六 所以就两个晚上 哦 而且是顺产 就不像一胎 还有去家户病房啊什么的 然后就待了四五天吧 最后还有一天有书帖 就补我的血啊什么的 Day 3 开始生理性的涨奶了 妹妹的精气神也开始上来了 她就会一直哭啊什么的 就没怎么睡好 鸡板没怎么睡 我一会吃完早饭 有可能又会有好多 有的梅子检查 又睡不了觉 我又要开始拿包菜 服我的胸了 今天我出院之后回家 我一定要开始服 太难受了 肚乳动物实在是太神奇了 今天早上的是蓝莓的 我在家也经常吃这个的酸奶 但是我都吃那种蛋状的 晚上会饿嘛 躺着哄着我儿子睡着了之后 我就会躺着在那吃一袋 就不需要勺子什么的 这种就还得要勺子 好吃 还有啊今天是第三天了 我还没有去厕所 我平时都很准时的 那你说我吃了这么多东西 都去哪了呢 今天是好吃的炖牛肉 一个lentil soup 我还要了两个早糕 因为就要出院了嘛 再不吃也吃不到了 哈哈哈哈 吃完了之后看有没有时间 能够睡一个小时 然后就又要继续喂奶了 牛肉好嫩哦 这个是南瓜吧 补充铁 还有蛋白质 这个lentil soup的味道有一点 就是需要习惯一下 我还在想到说 这应该是我此生 最后的机会能吃到 就是这家做的这个枣糕 因为我不可能再有三拍了呀 然后这个也在别的地方买不到 真的太好吃了 每次吃它 我觉得好幸福啊 如果谁也会在Mercy生产的话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 Sticky Dead Pudding 绝了 脏奶的疼痛都抵消了不少 干了这杯豆奶 全都吃光了 胃口还是很好 重大喜讯 我去厕所了 太开心了 产后的一二第三天的早晨 还挺好的 我还以为我在出院之前 去不了厕所了呢 太好了 然后我本来想睡会儿的 但是也是睡不了了 就是宝宝被推去做检查什么的了 然后他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之后 还会有好多事 而且回来之后估计又要吃奶了 所以我决定不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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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